大家好呀 我今天中午想做一个韭菜盒子 韭菜盒子是东北经常我们喜欢吃的一个面食 因为就到了我爸爸种菜的小小的小菜地里边 然后我们先去找点韭菜 今天终于可以做一点小融合 这韭菜很嫩 今天就多个两三个人的份就行了 新鲜的大韭菜 做完了以后就马上就会出来水分了 这些就够了 可以了 韭菜搞定了 看这里还有尖椒 搞些尖椒 然后香茄蛋都还没红了 今天就吃不了了 这个漂亮的小黄瓜 你们看这个特别像荷叶的东西 我也是刚知道 这个是芋头 茄子可以中午做一个蒜泥蒸茄子 酱油 把茄子娘白菜 今天的收获了 茄子还有尖椒 还有韭菜 可以回家做饭了 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了一下 这个是已经切好的韭菜 炒好的鸡蛋 一米武器 虾皮 我很喜欢吃加虾丸的 所以这里面准备了虾仁 调馅的部分就是这些 这里边只有虾仁需要提前要面酱油给它腌一下 如果在馅里面把酱油拌进去的时候 有那个酱油的那个颜色就深深的不好看 一勺酱油的量 先把虾仁腌上去 这样我们刚好可以先把面调了 这韭菜盒子的时候要烫一面 量都不用倒太多的 大概就满满一碗的这个面的量上去 先用开水把面烫一下 就用加太多 慢慢的加 我们搓一下 之后呢我们就用温水 再把这个面调成一大团 需要加水的时候 慢慢加一点 别适应的摆一层地就行 它会不会太熟 面大概煮成这样子就差不太多了 随便你盖上一个什么东西 盖上去一会儿 现在我们就可以准备调馅了 鸡蛋我们需要再切一下 大概 虾仁让我们再加一点点蚝油 比较提鲜 其实光这样看起来 就知道这个已经很好吃了 我们还是要再多加一个调味品 就是虾皮 虾皮是大远就是很常见的一个东西 它的鲜味和虾仁会一样 如果在蔬菜盒子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这个的虾皮 用清水稍微过一下 那有的时候会有些小细沙 清一下这样的话口感会好一点 不用切太碎 对进去材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调味 因为海鲜本身就很鲜了 所以不用再多去加一些调味品 食用油 这个勺子的一勺 这是味道的话 我就可以剪入鸡蛋再吃一下 嗯 可以了 可以了 看成面 应该现在可以了 发一会儿 其实就是更柔软一些 这个面发的刚刚好 现在需要再把面双双揉一下 好了 面基本上揉好了 切一个大概两分的镜子 搭个等分镜子之后 我们可以擀皮了 还有一点点厚度 大概这样就行了 估计也包不了看着 我们先给它捏成一个大平的饺子型 然后如果你要平常这么捏的话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旁边会裂开 所以我会给它捏一个拧花边 这个就看个人喜欢也可以不拧 好了 这个出来的很完美 如果你不会拧这个花边也没有问题 然后把它捏紧点就行了 好了 最后一个 真没想到今天这个馅儿 这个八个还正正好 铸铁烤盘 在锅上倒油 小解散盒子 放锅 这也煎不下八个 就四个四个煎盘 现在到了它的下点 正反上下 那要点暴力了 但如果有一个垫底冲的话 就会方便很多 好了今天中午的酒菜盒子就做好了 你看很快 现在我先吃了一口 然后做了八个 一定会超级好吃 我一会儿切开给大家尝一尝 我先切开一下 切一个 真太脏了 看这以前是虾仁 银银银银银 过来 叙叙 哎 烫 烫 好吃吗 太烫了 我也要尝一个 真的好吃 快让我们过来吃 另外我觉得 每次一回家我就特别想做一些 小的时候在家里 妈妈和爸爸经常喜欢给我 做的东西 我觉得无论在外面工作多长时间 女人都会怀念家的味道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 给大家的分享